大家好我是哈天 今天是2020 11月1號早上11點半 那在這個出門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影片是當時四周前 四周前大概是在 應該是11月1號 沒有10月3號 說錯了 10月3號錄了一個影片 就是雷恩剛改版 然後這個我推最高分的這個組合是 索羅斯 女僕 啪啪熊 洛杉跟雙子 那時候在測說這個改版的雷恩是 這個增傷的效果是如何 那因為說沒有紅衫家具所以說不好測 結果呢整整耗了一個月 今天才借到這個紅衫家具的雷恩 然後感謝一下 感謝一下好友這個牛扇訪大大 借我這個紅衫家具的雷恩 紅衫家具雷恩真的是不多人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旅店 懸賞加碼 然後從戰鬥的第3秒開始 他會持續標記場上最虛弱的敵人 那因為Boss只有一個人嘛 所以說就可以覺得是說 如果說對面只有一個人的話 那這個就一定會標註他 好那九劍紅家具呢 九劍紅家具就像是那個遺物 那個那個什麼稻草的那個圖案 就是標記的敵人死亡之後 他會將這個標記再轉給這個場上最虛弱的敵人 反正就是說對面就是會一直有一個人 處於這個增傷30%的這個狀況 好那我們就試試看說這樣的效果如何吧 首先先用這個 我上一次就是那個影片 打最高分的這個紀錄 搭配是這個樣子 那是不是最好的這個組合 我們先不管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測試傷害 那我用的是這樣子 索羅斯女僕 然後趴趴熊落傷跟雙子 好那我們就這樣打打看吧 看看這樣子傷害量是多少 那我們還是一樣 到了這個10秒鐘的時候我們暫停一下 因為這個 哥布林次數有限 打到10秒鐘之後我們大概看一下傷害是多少 那剛剛我有試了幾次 應該是在200億左右 現在已經是100億 150億了 應該是可以破200億到最後10秒的時候 190 這個這個這個那個超出1秒鐘 190億 沒關係我們再試一次 我剛剛試了幾次都有破200億 結果這一次正式開始錄的時候正好 就沒有破200億 但是沒關係這個差距幅度不大 差距幅度不大 那我們再試一次 那這個神器我們就先不管 因為這個這個不是什麼打高分的攻略 這個只是用來做比較的 所以說這個我們就等一下換上雷炎的時候 也不要換其他人的這個神器跟裝備就OK了 好160 哇200有些拚耶 185 還是沒200 所以我那個幾次可能運氣不錯 好 那再來呢 我們把我們來測這個趴趴熊好了 我們把趴趴熊換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是多少 這個時候是三個光環 攻擊力加10% 我們換一下雷恩好了 雷恩 哇這樣子的話攻擊力多了5% 這樣子是攻擊力多了5% 因為這樣子光環是3加2嘛 但沒關係 攻擊力多了5% 看看說這個傷害 如果說只有多一點點的話 那就是說 這個那個 趴趴熊跟雷恩差不多 但是如果說傷害多很多的話 那就代表說這個雷恩的震盪效果比趴趴熊高 我們來看這樣效果是如何 現在已經110億了 140 150 好快喔 160 170 180 不到30秒已經破200了 200200了200了 我要純紀錄220230 不用看了一定超過5% 250 260 270 280 290 這樣子 這個不用看了 就算是光環多了5% 這個傷害量也是 也是高出非常多 好 所以說換成三紅家具的這個雷恩 明顯贏了這個趴趴熊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跟洛桑比呢 跟洛桑比呢 趴趴熊跟 趴趴熊跟洛桑是191 200億左右 那我們看一下把洛桑 然後剛剛 那個那個什麼 雷恩換趴趴熊是290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怎麼講 洛桑 換成雷恩然後趴趴熊還在這樣是多少 所以這次應該是要跟290億去比 看看上趴趴熊好了還是上洛桑好 好像有點慢喔 好像弱傷比較好喔 不對啦因為這是攻擊力差了5% 這個是攻擊力差了5% 差5%也還好 也沒有喔 34秒的時候33秒32秒 也是在差不多30秒的時候打到200億 不管怎麼樣 都可以確定的是上三紅家具的雷恩都比 這樣子後270億 那這樣子感覺上洛桑跟比趴趴熊好 但是不管怎麼比喔 都可以明顯感覺到 三紅家具的雷恩 比這個上洛桑跟上趴趴熊來的好 上洛桑又比趴趴熊好一點 剛剛是270億嘛 我們再上洛桑 那這個5%的話大家再算一算 要把這5%的差距算進去這樣子 然後再次感謝這個牛扇坊大大 而且這個三紅家具的這個雷恩還真的是要 早上8點鐘就 就起來借了 那今天呢先鋒服還沒有開啟這個團隊很真喔 他是報名完了之後呢還會有一天 什麼匹配 然後應該是明天吧 禮拜一開吧 怎麼會開在禮拜一咧 禮拜一大家上班了 雖然我是在家工作啦 這次打的稍微低一點220億 看一下 260億 那這樣子跟洛桑跟趴趴熊 差不多齁 因為剛剛一下打了290億 所以這個是會飄的 所以說這個飄的還飄蠻大 一飄飄的20幾億喔 因為剛剛洛桑跟雷恩配是打出290億 所以我以為說洛桑贏趴趴熊喔 就剛剛那一場呢 就打出260億然後又輸趴趴熊 所以應該是趴趴熊跟洛桑的增傷應該是不相上下 但是三紅家具的雷恩是整個拉高的一個檔次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而且洛桑這邊還有多5%攻擊力的這個影響 然後傷害力如果說 怎麼講還輸 還輸少5%攻擊力的這個趴趴熊的話 那就代表說趴趴熊會好一點 好不管怎麼樣這兩個差距差不多 現在打出的是260 270億 好我們再換一次趴趴熊 好站在這位置好了就是 就是洛桑換趴趴熊 趴趴趴趴趴 我的洛桑好像隨便裝個神器好了 因為我洛桑是在推圖用 然後就給他隨便裝個神器而已 那我推圖上洛桑就只是丟一個封面而已 120億 130億 現在快30秒了 快30秒還沒有200億 好像慢了那麼一點點 不知道不知道還很難講喔 230240 開始速度變快 270 280 有有有 好像比洛桑又快一點點 比較穩定的高一點 好這樣打出傷害是多少 上一次我的那個影片的紀錄是 190億 然後 等一下可以看影片 然後現在是 390 329億 329億 所以說這個進步很多 然後我的那個寶箱又多拿了兩個吧 兩個 來看一下剛剛那個上次的影片 上次這個影片我下面有一段話 最後我推190 應該是19XE的組合 索羅斯 女婆 啪啪熊 洛桑 然後雙子 那這一次呢就是借到三紅家具之後 傷害量就整個提高了一整個檔次 然後從19XE上升到392億 幾乎傷害快要增加了兩倍 所以這個三紅家具的雷恩 就是讚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三紅家具雷恩 OK然後他的他專武是10喔 專武應該是還好啦就是慢慢把這個 戰鬥力最高的角色恢復這個生命跟能量 那加20加30都是屬於防禦型的就加護盾 所以這個上個雷恩那個專武不用高 重點是在這個三紅家具 有這個三紅家具應該就可以玩這個增傷的這個 這個打法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